入行之前很迷EXO,很迷少女時代 我甚至為了他們特意去學韓文 自己在YouTube上學 去完讀大學的時候選擇科學,也選了韓文 所以我自己真的喜歡表演 還有很有表演力,很想在台上唱歌跳舞 是不是猜不到呢? 我已經入行七年了 當了一段時間的主持和演員 感覺上我的性格慢慢被靈覺打磨到一個圓形 我想想如果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會不會把我本身渴望的那一團火 那一團火的靈覺生出來呢? 其實我是自己踴躍去舉手參加這個比賽 我希望找回這團火和靈覺出來 為何我覺得是剛好天主定要我去的呢? 話說我現在不是26歲 但是那個比賽其實是25歲已經是最終的了 是6月那時候interview 我6月30日生日 所以我面試到最後那一刻我也是25歲 我覺得這個還不是天主頂 連生日日期都已經安排好 我真的是最後門檻之前的幾天 我真的記得是6月20多日的 last interview 既然連天都這麼好的安排 為何自己不試試呢? 還有雖然我26歲 但是都要年輕啊 輸了的壞了就再來過,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本身是由零開始 我對唱歌跳舞是沒有一個概念 簡直是不知道怎樣唱歌 不知道怎樣跳舞 進去的時候我都沒有什麼自信 坦白說 因為甚至有一點自卑 因為去到內地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很厲害 他們由10歲 練到現在 18、20歲 變成了十年八載了 我26歲反過來 反觀我都只不過由一個嬰兒開始 所以我心想 糟糕了,我還輸給那些嬰兒門 不知道我行不行 沒有信心 但是反過來,是老師 Rain老師,曾生,詩君,程少老師 他們不斷地鼓勵我們 我告訴你,其實你不要緊 你只要相信自己 你努力會發光 這件事是改變了我很多 令到我本身又不是很有自信 甚至有自卑 去到最後 我告訴你,我正在進步 我正在跳舞,正在學習 我這一個是最大的學習過程 最大的得著 其實我們的行程是很軟的 我們之後10時就有體能堂 1小時有一個字 上到12時,接著吃午餐 吃完午餐,接著 depends on the day 通常有一天就唱歌,一天就 rap 可能上到2時、3時 接著就開始跳舞,4時可以跳 跳到晚上10時、11時 接著每三天有一個檢測 我考核就看你跳得好不好了 跳得不好的話,就留堂加鐘跳 我試過最誇張是有一天 12時,我們去考核 接著被人彈中 我們的監製、總監、老闆都說不行 類似一群廢物 接著我們由1時開始練 練到第二天7時 接著回去酒店 多睡兩、三小時 第二天10時又繼續體能堂開始 其實沒有一個節目 或者沒有一個工作機會 可以叫你自行練習 練到多累都好 你是會很想去得到那件事 這個鬥志的決心是 這個節目給了我 我本身個人其實是很好勝的 一旦決定了目標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那些人 未入行之前,我會拍攝Youtube 因為我很喜歡表演 接著入行之後,我很想拍劇做主持 我不懂的,中文不是特別好的 我就去學,怎樣多說一些話 怎樣上演戲學校 因為自己演戲不好 回到香港,甚至這個比賽 我知道我唱歌不厲害 我繼續找蔡國老師 又找跳舞老師 希望去進步 因為我很怕安於現狀 坦白說,我都在這間公司一段時間 其實我都預計到自己 見到未來,可能繼續在這裏做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都可能在這裏做 我怕我自己會習慣了這種現狀 有這樣的機會,當然衝過去 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目標 希望成為最年輕的時帝 我一日龐時已經搜尋了 當時的顧天樂 拿了這個刑事偵緝檔案 他29歲拿這個時帝 我現在26歲 其實我搜尋這件事的時候 已經是我十八、十九歲時 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心想,有十年時間 我一定做得到 但其實轉眼鏡已經過了七年 如果讓我29歲就達到 事底這個目標 其實我很想衝出香港 拍多些不同地方的戲 這個已經是一早已經由小 大家已經在想著 其實我一直都有Cast 不同類型的戲 無論是荷里活的戲 電影、電影、劇集、英文的、普通話的、內地劇集 不斷都有Casting 我之前Cast過上戲 我去到Round 3 我怎知道是去到最後一個Round 是因為我見到最後C Moodle的男主角 他在Innergy說回他那段Casting的戲 那段Exactly就是我Cast的那段戲 雖然這些機會擦身而過 也都得不到 但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或者告訴我 我應該繼續去走 去到最後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香港人會 自豪的國際巨星